我這裏有個問題 換言之其實你做初步登記的時候 是未必拿到正式籌的第二招 是不是這樣 還是一定拿到的 你登記了 也預計第二天會有服務 不過就是不知道實際時間是幾點鐘 所以就要等到第二天去到 才知道是幾點鐘 才是牙科服務的時間 現在的處理就是 第一不需要輪到十二點鐘才能拿到它照顧 早些八點鐘就可以拿到它照顧 第二也知道就是那個登記 而登記 如果看回昨天局方的說法 應該就是登記那一刻 大概已經知道 將來幾點鐘是進行牙科的治療 預早治療時間前半小時 到診所那裡就可以了 這個是減省了市民不需要多次去診所的安排 還有輪流時間也提早了 我想這次也這麼說 已經是第二次衛生署去調整輪流安排 因為很早年的時候 市民是要 如果現在的情況是深燒排隊 以往就是通宵排隊 因為以往就是診所招了開門之前 就已經是有人去輪候 那時候的情況就是 就是市民是要通宵 著輪郭的輪候 到派出那一刻 就取消炒 然後再等到他們的治療時間 以往就覺得通宵牌都不好了 不如提早12點凌晨的時候去派籌 由現在這個做法 那條隊其實只不過提早了 不是通宵牌就排到深宵 現在這個情況這個做法 當然就不需要排到深宵 不過就排到8點鐘 情況只不過就是 將那條輪候隊伍 由可能現在審的報告這麼說 下午5點鐘排 排到12點鐘 排7個小時就排早出現那條隊 就可能在中午的時分 12點1點就有人開始來排 排到8點鐘就拿到籌 那這個做法是有些改善的 不過始終都是自標不自本 因為本的問題 都是因為衛生署人手不足 令到服務的名額不足 所以你無論如何改變那個輪候的安排 都好 其實最核心的問題 都是人手問題 而日後可能 如果根據局方昨天的說法 現在都是計劃 因為衛生署在日後會 做一個電子的派籌 可能日後連一條隊都不見了 不會實際在診所門外 看到有人去輪候 改為一個網上的預約 或者輪候 但是也是 那個問題 始終改那個輪候方法 都不能夠改變到 那個診證名額不足的問題